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面试之后 给很多用户提供了方便 特别是大众类产品的用户 更加方便 要的网站做ICO 其实非常便捷 能够保证通过ICO获得利润 重视服务 重视体验的网站赚钱也很容易 当然了 这样的站点结构非常复杂 甚至有很多模板打造 这一次 我们通过不同角度 不同方位 为用户介绍 这一类网站的结构 让用户有个更深的认知 有一种平台包含了门户资讯 产品介绍 行业测评 用户体验 即销售 资讯 测评为一体的门户网站 让很多用户都愿意浏览 因此这样的网站在获得了市场之后 提升了很大的知名度 这样的网站有点像汽车类网站 属于IT的中关村在线 该网站让很多人作为软件 硬件的参考 包括电子产品 电视 手机等等 涵盖了大量的用户体验的因素 因此特别通过印节来介绍 这一类网站 由于IT产品非常丰富 才能集中成一个门户站 如果是其他产品 想要集中成一个门户 会有很大的困难 因此现在很多网站 都是通过集中最多的内容保证网站 在行业中的体验 门户类网站 能够集中线上线下的用户 让网站能够获得大量的用户 集中使用一个网站产品 就需要网站的整体性内容 与首页栏目页 紫栏目页内容页的深度应用 让更多的用户 能够集中起来使用网站产品 作为中关村在线一类的网站 更多的集中在了产品的介绍方案 从上至下主营产品 主营产品 辅助产品 相关产品 用户体验测评 这样的顺序 进行排序安排板块 任何一个专业门户网站 都需要有大量的文章内容 产品内容 特别是这一类网站建设初期 要收集适量的产品 来保证网站的运营与体验 等具有一定知名度 在考虑网站的盈利 以及让更多用户 进行UGC一些内容 现在很多企业 特别是IT销售的企业 也需要找不同的平台 销售自己的产品 有的进驻到 B2C电商平台 有的进驻到 C2C平台 通过O2O体验 加实际操作 进行销售 当然了最重要的 还是通过专业平台 进行推广销售 中关村在线就是非常专业和聚集IT用户的一个网站 当然了 不止这一个网站如此 还有很多其他行业的专业性网站 让用户使用 当然了 在IT行业最知名的是中关村在线这一个网站 能够起到作用 能够让用户选择自己的产品 我之前介绍过两个汽车的网站 太平洋汽车网 爱卡汽车网 和中关村在线在原理上是一样的 特别是专项服务型的网站 需要收集大量的产品数据 然后根据用户行为 进行分析数据 从而体验出用户搜索最佳的数据 从ICO角度出发 专业的网站在整体优化过程中 也是根据重点keywords 常委keywords 相关性keywords 进行提取 然后分别布局到每一个页面 特别是首页的布局 要考虑 门户站的话 尽量避免偏重于某一个重点keywords 要着重考虑网站整体性 做最大类的keywords 然后重点keywords 使用二级栏目去做 这样更好聚集网站的权重 作为专项门户网站 要考虑整体的keywords的使用 往往门户站点的首页推广的keywords 都是整体权重最高的 如果有耳机频道 还是集中在二级栏目 做专业性的keywords 二级栏目页 要着重集中推广 要推广专专业性的内容 如手机栏目 就推广手机 手机品牌 收集相关等等项目 以及手机测评 还要把手机相关的用户体验 以及用户评论都互相提升 一定要避免主战这种推广某一个keywords 而偏离了 其他重点栏目的内容 这样的做法 很容易导致排名下滑 因此要做到二级栏群专战专推 这样对于门户型网站 是一个发展趋势 现在很多门户站点 在发展的过程中 都不断提升自己的用户可读性 但是过度重视内容 而疏忽了网站功能化建设 这也会增加跳出率 只有通过优质的内容 以及让用户完美的应用 以及体现出产品的性能 才能提升用户转化率 作为门户专业站点 只有不断增加产品数据 以及文章测评 还有就是一些融合用户功能的项目 让用户不断体验 作为专专业网站 在拥有用户过程中 需要不断测试产品 要关注不同人群 对于不同产品的使用 让大量的用户体验数据 得到根本挖掘 同时要把大量的用户行为 做好记录 现在很多网站 都着重记录用户行为 页面上下行 以及用户群体管理 并且作为ICO 根据用户行为来规划 TWords的页面布局 着重推广页面的某些区域 如果是竞价 就需要考虑 单元TWords的人群走向 作为ICO来说 要根据不同页面 服务不同用户 如果是竞价 则是要考虑用户访问时段 以及用户需要搜索的TWords 我们着重要考虑 SEO 方向 如果是商业网站 就要考虑用户最关注该项目的哪一点 然后进行这一页面的仔细挖掘 马上就开始分析中关村在线的首页栏目页子栏目页内容页 让用户了解这个网站的内容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一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二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三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四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五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六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七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八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九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十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十一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十二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十三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十四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十五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十六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十七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十八区域 中关村在线首页第19区域 中关村在线的首页 通过产品产品资讯产品详细介绍 产品周边详细的介绍 该网站通过整体性的详细介绍 进行了设置 该网站首页展现的内容 可以做一个列表 广告大谱 资讯 测评 地区行情 BBSN 产品互评 产品资讯 适用 活动 数码 特卖 地区特卖资讯 笔记本 影音产品 硬件 平板 企业 办公产品 家电 软件 话题 品牌 网友聚会 在线课堂 列表 产品报价 手机 关注排行 电脑 关注排行 相机排行 代售 苹果 专区 首页通过三列展示 把所有与数码有关的内容 进行展示 该网站的 ICO 通过区域 进行 通过区域 进行 通过区域 通过区域 下车 言论坛